工程人員使用機具將舊的軸流閥 拆除整組換上新的設備 二十八號上午新竹瓦斯公司人員 到高鐵地區的加震軸 整壓站檢測保養 希望靜速完成更換全線十八個軸流閥 這一次的教訓也讓我們通電事故 我們要把螺絲穿得更緊一點 新竹竹被發生大範圍氣爆重傷的少年 還躺在加護病房搶救 经不起意外再發生各設備管線 都要一一檢視 但技術人員的人力 資歷跟經驗 是否足夠是當地居民最在意的事 目前更換全線的軸流法 已經有初步的失程 同時也派員到住家檢測 盆灑泡沫水氣泡慢慢變大 就表示住家的管線老舊出現漏氣狀況 但這樣的維修速度夠不夠 目前已經完成一千五百戶住家管線檢測 你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哦 今次的新聞好 李宗盛 我們先看見 我們要注意